我觉得导分班是处于有用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真是一个懒人 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去看这些信息 就是大西瓜 也一个整个系统的告诉我 这个题目是什么样做的 这个题目是什么样做的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 PT大西瓜成功绝对访谈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在2024年4月15 星体系第一天参加考试的子学同学 他的第一次PT考试 在星体系第一天 拿到了超高分发炸的好成绩 我们首先来一下 您掌声恭喜小子学同学 好吧 OK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麻烦此学同学来 和我们做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作为介绍 比如说你再来大西瓜 之前那些英文去处情况 和当时PT背考情况 OK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义悦 然后我对于PT来说 我是零基础 我之前从来没接触过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提醒 我也是上了大西瓜的课 才知道有这么多不同的提醒 然后我是之前考过雅思 是大概四五年 这种很久以前考了 大概六点五 然后但是我对PT 是一无所谓 就是零基础 有半月完后就去考试 OKOK 没问题 那接下来呢 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咱们有参加大西瓜的 这个选择保存班吗 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课程学习当中 里头收获了一些 行政机的表现的一些提醒 知道应该怎么做 或者是有特别多的展望 想给大家分享的 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看看吧 我觉得保存班是处于有用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真是一个懒人 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去 看这些信息 就是大西瓜 也一个整个系统的告诉我 这个题目是什么样做的 这个题目是什么样做的 就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雅斯跟PTE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PTE它可以投机缺巧 就是我在大西瓜的学习 就是里面有一些模板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 把它基本上就背了一下 其实我也没有刻意的去看 我都是考前 就是给力说了一下背了一下 包括那个什么 Retail Lecture DI这种题目 就是真的有一套的模板 然后能让你的功率特别提高 然后我对对于我来说 PTE真的就是 太投机缺巧 零考试 就是我觉得 你都不用特别的用脑子 都可以考到很高的 所以真的很简单 OKOK 没问题 那我们能够细节 来和大家聊聊看 因为讲这些词 其实在考译部分当中 有非常好的发挥 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讲讲 比如说我们都会很好奇 像Reader Note 像PTEs的这些题目 你是怎么去应对的 然后再说过程上 你什么练习的心得 想跟大家分享 看看能够好 好的 就是其实我也没有练很久 我说实话 我抱一阵子 这次考试的日期 也是就是想逼自己学一把 因为我平时都在玩 然后就感觉一直不去上课 我就想抱一个考试 然后确定一下这个Defline 然后逼我去学习 然后我到这考试 没有系统的练 就是我真的特别的惊讶 我我口语居然拿到了满分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我有一道 我有一道requis sentence 就是完全就是糊的 因为我就在想 我到底应该说哪一段 我没有太记住 然后大概就送了 送个单词吧 就完全没有说准 然后就跳过错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我以为我口语居是Defline 然后但是我最后发现 居然是满分 因为我先从设计说 然后就从RA 就是也是大西班教我的嘛 大概挑选 这一段句子中的 一小句话 我看我瞄演 这句话有 不让识单词 赶紧跳过 不读这句 然后我继续瞄点 这边感觉这个单词比较简单 我就把这一句 跳出来最简单的单词 我就把它不停的流利的 不停的重复说 然后等到真正开始 诺音的时候 我就开始流利的 毫不游热的 自信大胆的把揍出来 然后赶紧点耐 然后就看下一个屏幕 也就是说这就是RA 我基本上都这么考 然后RS的话 这RS我感觉 就是因为也是老师 大西瓜的老师教的嘛 就是说你比如说一长段剧子 你完全就从 我可能就记得后面一段 大概可能一半多的剧子 然后我就把我记住的 我就大胆自信的说出来 就是我感觉这个先考的流利度 然后你的内容 就是你不能去成熟 自己完全听得到 或者是你这回忆啊 前面那个到底是什么 那句话到底是什么单词 你可能这个时候 就已经在浪费 实验或者浪费你的流利度了 所以我对我来说 我就是因为我可能抱的 也是侥幸心点 我第一次考试 我就想啊 我继续走个场 然后就是啊 看看考试什么流程 我就是吃个水 我真没想到 我一下能考80 然后我口里就还满了 然后就是对 我可能就抱一个很轻松的抱开文献 我听到这个了 那我就把后面一段推出出来 我就大胆自信的 非常努力的把这一段说好 然后就马上点likes 然后下面直接听 我听到什么 我就说没记住的 不管就是要这个心态好 对咱们就是要这个心态 真的就是考试真功 好心态 我用这个可能是第一次考 我不紧张 我就想啊 我随便下考考都合了 我就玩一玩 我这次无视吃一下水 我们想到就直接801过了 然后reactual vector的话 也是我当时是那个口面放出来 我有一点疯 我还以为是DIG的 就是DIG做指导提下来 还是一道提 我以为还有一道DIG 他已经开始放轻力了 我就赶紧调整状态 出去听 然后我就在这个草稳床 也记了好多单词 然后接下来就是 就是靠大气候的这个万能模考 而不是万能的这个模板公式 就完全一整号 付出下来 真的就是太简单了 我觉得动脑子 都可以完成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我感觉 我这段时间 我都在说车轮的话 但是还是考到了满分 就是完全是一个 我觉得不需要动脑子的东西 超级简单 对 这边我口译就是这样子 没问题 那接下来呢 要帮大家问另外一个 非常关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小徐同学呢 是在4月15号 也就是PTE2024年 第一步星期期的当天 就撞上了枪口 就考了这个事 然后这次呢 其实在咱们的这个WFD SST系统上 都遇到一些可能全身的题目 对吧 那你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用对这些题目 让咱们甚至还拿到 一个超高分寿的 OK 关于那个SST的话 我考到的是原曲 然后是大西瓜 给我的几乎里面 我正好识悟到了 WFD 我就刷了一整遍 我只刷了一遍WFD 然后我也是 我看了一遍那个大作 因为我觉得我大作 有的时候 我也想不到那些idea 所以我就说了一遍大作 然后WFD的话 就是我有一共三句嘛 一句是原句话 后面是猜到很多题 我就打了一长段 猜到很多次 在Mathematics 那单词 我不太记得什么 然后就 我一记了各种各样的拼写 然后前两题 好像确实是新评 因为我就是考试前两天 我基本上没怎么看WFD 然后我说那一整天 我把一整套100多句 就是识习那边 我是怎么看的呢 我就是进入大西瓜的那个官网 然后不是有个练习WFD嘛 然后就点四月什么 周二预测 然后四月最新高频 然后把那些顺序下来 然后就是先听 然后把高RS链 然后把它整个就定下来 然后继续打在那个 我第一面我先不看答案 然后把它打在那个框里 然后再查一些词 看看我是错哪些字 然后就在跟那个原句对照一下 还有什么时候会拼的 然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但我还是挺清楚的 有些记得清楚的一些男句 或者是一些重点的词位 然后我当时考试是前两期 好像是星体肤 我不太确定 但是真的很简单 那个星体肤 就是是一些很常用的用语 然后我就 就还是按照大西瓜教育我们的方法 其实是群里那个大西瓜老师跟我说 今天换题了 我怎么那么倒霉 我的天 我感觉但是 其实我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因为我那题困我就看了一遍 我说实话 我就是我这次真的存到完 完的去考 我就没想到 我能直接一下过了 然后可能我留心态就放心 说直播换就换了呗 因为我毕竟我SSD没看完 我WFD我也就刷了一遍 然后换的话 我照样还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好 所以就觉得我这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所以其实这样简单的总结下来 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考试看得太过重 对吧 虽然我们可能会依赖 提库依赖咱们的技巧 去进行答题 但是一旦是太过依赖技巧 就是太想走一个捷径的时候 反倒我们的心态 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一旦提库改变的时候 就可能导致我们整个崩溃掉 对吧 那像小学同学这次考试 就是也告诉你 我其实没有专门的准备 我就当去玩 我去have fun 我去体验一下这个考试 一样的这种感觉 那体验着体验着 就不巧一下子的超高分发炸了 对吧 对 没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 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在PT的备考 或者是PT的考试选择层面之上 那心态 以及我们的这个时间分配层面之上 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 最后分享看看的呢 心态就是不要紧张 然后特别是口语 因为感觉你组装就会嘴皮 我完全没有进行 我完全就是瞎说 但是你不要管下一题就是一个新的题 就是你 你不要去管管你这个前面怎么怎么样 过了就是过了 就是他已经在那里了 你不要慌 然后继续下去 就是你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一定要大胆 一定要有自信 就是真的相信他就是上去大西瓜 上去大西瓜传出给我们一些技巧 就是相信这个考试 他真的就是平简单单 而且是同学技巧 就是哪怕你是不说八道 都可以拿到很大的分数 对 你时间分配 这时间分配我也是按照大西瓜的老师说嘛 因为口语不用时间分配的 然后阅读的话 我其实觉得阅读的那个时间有点紧 然后经历就是我也是按照大西瓜传说 那个WFD一定要一定要留出时间 我当时也是 因为前面几些小题都很简单 就是那种选好赶紧跳赶紧跳赶紧跳 最后一定要给WFD留出很大的空间 去拆试然后去多解读 一定他那个战分是真的真的很高 就是完全就是你前面的那些错了 无所谓 就是因为那些真的很难 就是那些分 那些分离是你公一个就行了 你不用看那么久 但WFD就是必须得留出 足够的时间去订队 对 嗯嗯嗯 所以其实这而言之就是PDU考试有了好的心态 有了好的技巧 加上我们有一定的这个任务的基础 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通过的 对吧 对 真的很简单 OKOK 好没问题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再次感谢小学的同学 在感谢中出出时间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段 非常非常奇妙的PDU考经历 刚好赶在星期几个第一天 正式又直接手口拿下了发炸 OK 我们再次呢再次预助咱们接下来 在澳洲的生活 在澳洲的一切移民的这些相关的东西 都一起顺利 等你拿到PR的邀请之后 今天记得在我们学校当中 小心说一声 拜拜